原唱片 词曲 吉兰 爱他 趁现在喝了酒 什么都不怕 说啊 你心里有什么话 就一次说清楚 别跟我装傻 到底我是你的谁 千百种想法 等你一句话 到底我是你的谁 不要不说话 你会想我吗 爱我吗 你和我和他 关系多复杂 好想安静一下 好想听听你说 心里话 你在等我吗 等我说实话 不要一直跟我说他 别再跟我装傻 喂 Larry 你会没事的 有事我会打电话 好的 再见 喂 你好 请问找哪位 哈喽 我是李慧的朋友 我想请教一下 你们那边是不是有位小姐今天就有李慧 是啊 是啊 不过现在他不在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这样的 我想请他吃个饭谢谢他 顺便给他一点酬金 有酬金啊 请问我能不能问一下 大概是多少钱啊 不多 大概三万美金左右 三万美金 天哪 三万美金是多少钱啊 快人民币二十五万 喂 喂 我在 我在 你要请他吃饭 还要给他这么多钱 那我先带他谢谢你啊 我想请教一下 那位小姐怎么成功 她呀 她叫做 蒂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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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她叫做蒂菲尼 那请问一下她是做什么的 她是做模特儿的 模特儿 我们家蒂菲尼呢 在模特儿界 可是数一数二的大美女哦 那麻烦你帮我转告她 我想约她这个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半 在她救人那个饭店大厅的一楼咖啡厅 我叫蒂菲尼 另外 我会带一束玫瑰花 好好好 没问题 嗯 再见 你们到底在干嘛 就是李辉的那个朋友啊 他为了要答谢你 一出手就是二十五万人民币啊 这么好条件的男人 你到哪里去找啊 有没有钱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哎哎哎 我说你脑子聪明一点行不行啊 现在哪个女人不想嫁个有钱人当个少奶奶啊 说不定这个星期六你们一见面 你就可以飞上枝头变疯狂了 我看你这电影看太多了吧 去去睡你觉去 晓彤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一个叫做蒂菲尼的模特儿 就等着那个叫做蒂菲尼的白马王子 来带你脱离女共的生活 白马王子 谁不希望遇到啊 可是他真的会是白马王子吗 你是谁 你是谁 睡得可真甜啊 你以为这儿是那种可以用睡觉来赚钱的工作吗 什么工作可以用睡觉来赚钱的 我第一个报名 你不够格 做你的事 你的包裹 我的 你的包裹 你的包裹给我的 大萝卜干呢 咱们在那里伙食这么差 这下就没问题了 不能拿时间送的吗 吃完了再告诉我 爱你的李静 是李静耶 爱你 李晓彤啊 你在乡下有男人哪 不是 是追求者 你还有追求者 你不是说你是童养习 差点变成退入宝丘吗 是 是啊 那 那 那也不代表没有人追我吗 那 那 烂锅还有臭锅盖配是不是 奇怪 你先走着说那我在哪里 是 是 是 那天咱们出去玩 我 TW TW打电话给她的 几个帅服 好了 然后站回家就算了 做事吧 你不喝了 小彤 星期六 你真的要去和那個斯特曼加麵呀 社群都答應人家了 我不去行嗎 多謝 那个Steven 或是像萌面小组 那样的衣服吗 小天天啊 不是说我弟小偷买不起 又不要让别人买走他 这里是 这房子看起来很棒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你爸留给你的 不如我们把它卖了 你上海下的房价 肯定可以卖个几千万台币 这房子不能卖 为什么 我爸在这里过世 对不起高峰 我不知道 对不起 这屋子里的所有东西 都是要留给我的 所以你爸过世之后 你才会去住孤儿院 然后你妈妈 再接你去台湾 我见的时候 我才十一岁 对不起 这样吧 既然这房子不能卖 不如我们把它整理整理 当作我们上海的家 老是住在饭店 挺不习惯的 自从我被绑架之后 我觉得住在饭店 好没有安全感 张一好 我们就暂时先住这 有自己的房子 你这个大明星出入也比较方便 好 小冬 回来了 是哪儿了 什么事啊 出去走走而已 怎么了 是不是那个拿来 别乱讲了 小心胡说八道被狗咬 那你干嘛一副愁眉苦脸 如丧烤皮的样子啊 你知道吗 之前 我不是很喜欢 花海陆那家店的衣服吗 今天我去看了 被人家买走了 现在换上另外一件衣服 你说的那件衣服啊 是不是这一件 你们 是我们拿回来的没错 但不是买的 没错啊 这件衣服啊 是我上海的一个好姐妹 正好前两天 在那家店上班 所以我才千拜托万拜托她 最后呢 以借给媒体拍照的名义 拿过来的 为的呢 就是让你星期六 漂漂亮亮地去服约 你知道啊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钱买的 所以只好出自下策了 喂 小童 现在衣服已经在你手上了 你干嘛还不开心啊 笑都不笑一个 又哭又笑 满脸放胖 没办法 谁让娄子使我捅的 只好让你看上去 更加像一个模特了 虽然呢 你没有我秀秀漂亮 但是穿上这件衣服啊 应该还差不多 谢谢 可是 这件衣服真的好贵啊 对啊 所以你千万要记得 这件衣服的价格呢 是五千六百八十块 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它 就算我们一天不吃不喝 也要存九个月 才能存起来的 另外啊 你千万不要让这件衣服 购到一些尖的东西 不然就弄破了 还有还有 吃饭的时候呢 你就尽量吃一些饼干之类的 不然衣服弄脏的 就很麻烦了 好 丁晓彤 不要紧张 勇敢一点 真反而易吗 对啊 好 就这样 就这样 你说好像要在补架 十分钟 十分钟外里 他们应该不会生气的 好 好 哈啰 哈啰 嗨 蒂芬 我是蒂芬妮 今天可能不能过去了耶 会啊 怎么样 有事吗 不好玩 一下就被你试破了 订装了顺利吗 就是不好才打电话给你啊 你过来帮我看看嘛 可是我还没有等到蒂芬妮耶 你自己处理一下应该OK吧 哎哟 哎哟 人家就是没有把我自己处理 才要找你来嘛 你过来帮我看一下啦 我们不是已经跟人家约好了吗 是啊 跟年轻又漂亮的模特儿吃饭 当然比处理自己女朋友的危机 还要重要了 不是吗 李慧 我知道了啦 反正 你现在满脑子就是漂亮的Tiffany 我根本不晓得我现在有多么的需要你 好啦 我上午拿个东西 聊得过去 嗯 那我等你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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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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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请问有没有一位叫 斯蒂芬的男士来过这里啊 他刚才留了张纸条给你 这是他送给你的花 妈 他离开多久了 刚才才走 去哪里了 那边 谢谢 什么鬼白马王子 灭灭侠总罗 根本就是一个没诚意的家伙 没鬼 冲死 喂 疯了 别被削了 你去叫我穿的记忆吧 回来 你早回来 你死定了你 paragом 喂 先生 你知不知道我这件衣服是第一次穿 而且非常的贵 你刚才破我一些水 害我跌倒 所以我现在这件衣服破了 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你想怎么样 这件衣服五千六百八 你要赔我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那 每天斩弄跌倒 带来芯片赚钱呢 你说什么 我假的像那种芯片的人吗 如果像你 还骗得到钱吗 你知道那些诈骗机长 为什么最喜欢小孩 就当成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最有像 我到底不要 难怪 是 你回来啊 压开我衣服啊 完蛋完蛋了 这下个草了 不得对方也不能补 找到解决大事情 永远确实知道这件事 怎么在哪儿呢 不知道小彤今天 和那个Stanley见面之后会怎样 小彤穿上一套衣服 倒还算有几分姿色 搞不好待会儿就有好消息 可以听嘞 小彤回来啦 是啊 刚回来 天哪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们喝完咖啡 会去散个步什么的 什么散步啊 那个Steven根本没来 那就是说 那三万美金你也没有拿到了 人都没见到哪来的钱呢 这太过分了吧 咱们可是帮帮她救了一个理会啊 算了算了 那些有钱的公子哥都是这样 永远把自己说的话当做放屁一样 那修修不就等于白帮你借的那件衣服吗 就是说啊 对了 那件衣服呢 我拿去送洗了 算你还有一点良心 对了 虽然说那件衣服没有发挥她的功效 但是也要完好无缺地给人家送回去 你记住啊 星期之前一定要拿回来 我答应过人家那个时候要还的 对了小彤 你爸今天打电话来说 让你从夏威开始 每个月给五百块钱回家 还吕靖她爸拼金的钱 什么 要不是因为你告诉吕靖 我爸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哪里呀 这也不能怪我呀 更何况咱们也不可能 永远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夏威吧 工厂给我每个月工资只有六百块钱 你让我哪里来五百块钱寄给她啊 我已经到楼下了 我忙上去 不好意思 我中午临时有事 你有过去吗 有啊 有啊 不过没关系 我也只是找了一下 后来我就去逛新天地了 真的很抱歉 那我原来帮你准备了红包 又不是过年 干吗给我红包啊 人家说的是三万美金啦 我说不是压岁钱的 我指的是我替你准备的谢理 不必了 就算你给我 我也不会要啊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因为 因为 这样说好了 如果你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出车祸 然后你把他送到医院 后来跳给你谢理 你会要吗 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可是如果我看到有人出车祸 我不会救他 你为什么见识不救啊 万一他赖的桌是我装他怎么办 小姐 现在诈骗集团很多啊 你这个人太多心眼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另外 该我回答你的问题了 万一我真的救了他 我会跟他收钱 就是为什么 对不起 我的工作既然解除危机 所以危机一旦解除 我会跟他收钱 那我们就大不相同了 我认为助人呢 就像是 就像是 就像是上大号一样 上大号 对啊 人都应该上大号嘛 不是吗 所以帮助别人 就像上大号一样 都是应该的 难道你上大号 还会收钱呢 你 你真的很有趣 不过我跟你说真的 台湾真的很多地方 连上厕所都要收钱啊 是吗 连开厕所都这么小气啊 那这样好了 不收钱也OK 但你至少让我心里吃个饭吧 真的不用了 你这样我会过意不去 好了 好了 Steven 这件事情 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只不过算是萍水相逢 钱的事 你就不要再过意不去了 祝你以后顺利 不要再遇到坏人 这样 我们也不需要再救人了 好 好吧 那就先这样喽 拜拜 拜拜 既然不要钱 这气氛你还真特别 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本来就是嘛 收人家钱总感觉不对啊 可是我怎么觉得 没拿反而更不对啊 最重要的是你还刚好缺钱 三万美金呀小彤 我知道 可是 这件事情要换作你们的话 你们会收吗 会 对啊 我干嘛那么矜持啊 就算先不想我包 要我寄回去的那五百块 那件衣服的钱 我去哪弄啊 像你这样 眼睛失明又复明过的 现在能看得清楚吗 可以可以 我现在视力啊 已经恢复到二点零了 而且我的地形很大 可以包很多重的东西 你也知道 我当过通关系的 什么事情我都做过的 那你可以从下礼拜一 开始来上班吗 店长 我看你们这里好像很需要人手 不如我从今天开始上班吧 今天 那我先就大概给你说一下 你每天要做的事 这是哪个手 这边也是哪个手 这下面就是新出来的专业 刚刚订装的过程很顺利啊 有什么非雷电让我等过来 我看你根本就怕我跟Tiffany 见到面吧 哪有啊 那是因为 有你这个台湾第一的危机 处理商家到旁边 才会订装订得这么顺利 干嘛 没有见到Tiffany 你觉得很可惜吗 我干嘛觉得可惜 人家叫的是你又不是我 那我们直接把钱汇给他就好了嘛 不用汇了 他不收 这么有个性 那我们只好自己留下来用咯 高峰啊 你这次自己演的角色 是一个没有念过什么书的山下女孩子 又要富有正义感 直率 不拘小节 好像很难演耶 我是不该接这个角色啊 不会啊 我刚无聊翻了一下剧本 我觉得还不错啊 如果你真的担心演不好啊 你可以找些类似的片子来看啊 那又像哪些呢 像 哦 之前那个朱利亚萝卜汁的麻雀变凤凰 永不妥协 都还不错啊 既然你这么了解的话 不如 你去帮我租咯 我去帮你租 对啊 你知道的嘛 狗仔瑞对吧 嗯 李卫来了 快 司令卫 不要 李卫 你好 你好 好 待会可以跟我们拍张照吗 来 没问题啊 我还在写了演的电影 我好想看你演的电影 不 谢谢 请问一下有麻雀变凤凰吗 好 这又变一白 谢谢 店长 那我今天先下班了 好 再见 店长 请问我今天表现还可以吗 非常好 除了啊 除了啊 对客人凶了一点以外 你要知道 我们开门做生意的 客人可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不能得罪哦 哦 我知道 那明天 不用怕 明天一样准时来上班吧 好好好 那明天见了 哎 明天见 来 принципе 爸爸 你 快点 哎 那个人不是那天的 换补衣服的人吗 这是老牛啦 我 我 我 好 她 她 我 她 她 就算你不记得我 也不该忘记对我试过的暴行吧 暴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不要在这里装傻了 那天你的车子经过我 撒了我一鲜水 害我跌倒 让我把一件名贵衣服弄破了 你不但没有赔给我 还正式逃跑 今天让我看到你 算是老天有眼 所以 你就这样一路跟着我 我 没有 我是刚 那不重要了 反正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交代 赔我那件衣服的钱 总共五千六百八 你是哪里有毛病啊 我只是个乘客 车子经过地上有水 你不会闪吗 这算是我害的 你不要推卸责任了 车子是你做的 那条路也是依你要去方向经过的 我本来一个安分手指的人 安然无恙地走在路上 要不是因为你们 我也不会跌倒 衣服也不会破 我也不用赔给人家 小姐 我看你那件衣服 应该只值一百块吧 我是不知道你用这种方法 骗你多少人了 不过不好意思 我绝对不会是那一个 你不要含血喷人了 我讲的每句话 句句都是真的 如果你今天不跟我交代的话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那我也不会给你任何一毛钱 你知道死的这条心 再跟着我也没用 喂 你 好 今天是你逼我的 从明天开始 我会像阴魂一样 缠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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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要关门了 宿舍要关门了 我认为你和你都想要不要 我认为你和你做的 你不要担心 我认为你用这些人 我认为你用这些人的 我认为你用这些人做的 我认为你用这些人做的 请你的话 为了模拟好角色 决定去上课 晚上不回来 自己吃饭喽 爱你的会 在教我吗 是位先生 相信你看到这些 劝势语之后 应该很快 去忽悠所悔悟吧 你到底有完没完 如果在我回来之前 还没有清理干净 我就报公了 喂 喂 你这人脾气还真硬 难道你打心里 就觉得自己没错吗 我话只说一遍 希望你听得懂 冠先生 是 你的保障怎么做的 高先生 其实啊 你也是有钱人家 何必欠钱不还呢 这位小姐 她眼睛失耳复明 人身坎坷 而且她还当过童阳西 你忍心不还她钱吗 你这不是又一次 把她推入火坑吗 做好管理进出人才是你的工作吧 其他人应该不关你的事 更何况 我根本不认识这位小姐 以后麻烦你不要随随便便 听信一些谎言 请搞清楚状况 请搞清楚状况 你照记得我说的话 我说照说照 没关系 坏人都是这样不认账的 不好意思大叔 你们连累倒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小姐 你现在的眼睛能看见吗 至少我还认得出凶手啊 不说了 我先走了 大叔再见 你以为我今天就会这样算了吗 你犯了错却不承认 就算我不是为了钱 也为了一口气啊 我今天已经请好价了 我决定跟你好到底 高老板 您真的太客气了 我每次刚到上海的探探路 看看市场 现在被您这样肯定 我想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我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对于危机处理这一块 一直有兴趣 只是没有优势的人才 来去推动 如果你真的打算到上海来发展的话 我可以投资一部分 哈喽 哈喽 拜托你 不要被我把孩子打掉 我知道你对我可能细心严重 已经不爱我了 可是孩子是无福的 我想来这里给你发笔记 我拜托你别来才对我 不会给你任何礼宝钱 我拜托你别来才对我 这位先生 刚才他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他被我把孩子打掉 连手术的贩用都不可给我 他对我的感情 就像棉洗块一样 用完就丢 像这种狼心狗肺现实功利的人 你还想跟他合作吗 高老板你不要误会 我这 高老板聊得还愉快吗 我想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高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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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小兄弟 在商场上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我更看重人品 合作的事 我看以后再说吧 奉劝你一句 男人嘛 如果不能负责任的话 至少应该把钱给付了 高老板 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你让我够了没有 我不会给你半毛钱 你听清楚了吗 只要你还给我那五千六百八 我保证在你生活里 我再也不会出现 高峰 他就是你电话里面说的那女骗子 随葛老板走 也是因为他 走 高峰 高峰 两个大男子 不愧是我女子啊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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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雷 算了 要跟他一般进 走 最好不要再出现 要不然 提订打吧 谁高大美 好可怕 那么早回去要干嘛 反正你会又不在 觉得累啊 OK 麻烦再给我一杯 这杯喝完呢 就放你回去 顺便 再帮我把个例子 这才是你今天找我来的目的吧 诶 大家兄弟一场 不用说那么明白 我先瞧一瞧 好可怕 就那一个了 OK啊 当然OK啊 待会记得 老规矩 对 装飞 隔壁 嗨小姐 坐在吧台那位先生呢 想要认识你 - I can do something else. 有钱不还 跑过来泡妞 好 我去帮你泡一步 你干嘛偷摸人家 交朋友要慢慢来的嘛 我没有偷摸你哦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 你要做什么人家都同意的嘛 哎呀你摸人家的时候都不害羞的 从没见过你那么帅的帅哥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想说 要不要到外面去讲啊这样我听比较清楚了 我等一下拿到给你 哎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跟那里去玩吗 有点累啊 所以先回来了 哦 喂Larry啊 李慧啊 你真的这样做的话 真的会给高峰一个很大的surprise 所以我才找你来商量啊 那你干嘛不叫高峰疯疯疯疯把你取进门 这样你很委屈耶 没有办法 谁叫我是公众人物 必须兼顾事业跟爱情呢 可是小喜一旦走漏 你可能会赔上你的大好前途 这样值得吗 你的意思是说高峰不值得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担心你 Larry我跟你说 Daddy可是你们公司的大股东 如果他撤资的话 OK OK 我当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啊 那就好啦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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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若有众生 偷竊常铸禪 慕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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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 随之你關掉了吧 善惡到頭 終有到 地藏王菩薩經上說 偷竊者 會被打入無間地獄 承受無盡的折磨煎熬 水被關掉是天意 請回頭是岸吧 施主 我什麼時候偷過你東西 就是那五千六百八十塊啊 你只是不肯還給我 就等於偷了我的衣服 害我不能還給人家嘛 我的天啊 這個騙子怎麼可以這麼囂張啊 想洗個熱水澡吧 快點給錢吧 我跟你說過很多遍了 我一毛錢都不會給你 喂 你真是怎麼這樣啊 明明就是你害我跌倒的 怎麼就是不肯承認錯誤呢 我從不對任何人認錯 尤其是對一個騙子 一百塊租一張 夠了吧 喂 喂 瘋婆子你到底想幹嘛 誰欠了你的臭錢哪 我才不要做你們這些王八蛋呢 你這個瘋 對啊 你 tai 弃 numbers 不然會是會不會 相信你的爱谁也拿不走 可是我认得轻轻放开的痛 绝试着的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来过 因为最感受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那时候我们勾一勾尽头 说好一起走到最后 今天这双手也算有些忧众 不敢再看你回忆会着手 怕眼泪提醒我舍不得 到数一秒钟就不能再回头 没有你我的手 相信你的爱谁也拿不走 可是我认得轻轻放开的痛 绝试着的没有你我的手 记得这里拥有幸福来过 因为最感受那是你的手 拦开手那是你的手牵着我 没有你我的手 没有你我的手 避免你你的手 这只能活着你 你把你过来的手 可真是非你 不应该 zwr大逻